第1040集 疯了 陈南路在杨帆的办公室里看着他签了字 这笔自己参与的贷款终于算是批下来了 杨帆这里是最后一道手续 直接就可以放款了 在回去的路上 陈南路让司机把自己送回了家 不想再去公司了 这段时间一直都是自己在跑这笔贷款 自己为公司做事的态度赢得了穆正奇的赞赏 也更愿意替他在公司里说话了 喂 谢谢你啊 贷款批下来了 陈南路坐在庭院里的秋千上给莫小雨打了个电话 莫小雨此时正在英康宁西山别墅里吃烧烤 看到陈南路打来的一边接电话一边走向了树林里 哦 那恭喜了啊 哎 你想怎么谢我呀 莫小雨下意识地看看周围问道 一听莫小雨这么问 陈南路的脸色瞬间就从脸旁红到了脖子 你说怎么谢你 就怎么谢你呗 我有的选择吗 要不 今晚我去找你 莫小雨说出了自己大胆的想法 这把陈南路吓了一跳 说道 晚上他们都在家 要是被发现就麻烦了 后面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影响失大不好吧 你家有安眠药吗 有的话到时候给莫正吉吃了不就行了 莫小雨说道 啊 这 这 这不行吧 陈南路以为莫小雨要疯了 但是这种犹豫也只是持续了几秒钟而已 怎么 这个主意不好啊 陈南路很后悔给莫小雨打这个电话 可是自从在上海和莫小雨有了这层突破的关系之后 她的心里就再没有安静过 只要是一停下来 满脑子都是和莫小雨在一起的情景 她知道这样不对 可是脑子里就是一团乱麻 这一次是鼓足了勇气才给她打的电话 不想自己还是掉坑里了 晚上十二点 我到你家附近等着 处理好了 给我个短信 我就上去 又不是没去过啊 对了 给那个老不死的也下点药 免得到时候你放不开 莫小雨说道 她是在手把手的教一个女人如何犯错 不但是她 就连陈南路听到莫小雨这个主意 都觉得充满了激情和恐惧 但是这两种情感交织在一起 让挂掉电话的陈南路一下子摊在秋千椅子上了 谁啊 打个电话这么神秘啊 莫小雨回来之后 英康宁问道 没谁 对了 莫英泽的贷款批了 可能下午就会放款了 这笔贷款最早明天就可能入市了 我们什么时候入市啊 嗯 莫英泽这次看来是下了大本钱了 我们也是抵押贷款 但是杨帆一再已需要请示为由拖着不给办 没想到这次倒是给莫英泽办得很利索 看来还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到位啊 英康宁看向蒋玉然说道 啊 也不单单是唐州市商业银行 其他几家银行都没有给我们批下来贷款 董事长的协调没起到作用啊 蒋玉然说道 莫小于对这些事不关心 他倒是对石丽严在来时说的那句话很感兴趣 上午党校上课的时间 杨衍妮居然去了一趟市政府 他去那里干什么呢 所以从英康宁这里吃完饭之后 莫小于并未留下 而是把石丽严和梅志南留在了这里 反正他们将来是要合作的 莫小于也就没参与的必要了 驾车一路到了市委党校门口 这点啊 应该快要下课了 不知道杨衍妮是不是来这里了 看了看表 终于看到十几个人 三三两两的走出了大楼 莫小于看着这些人 都走向自己的汽车 也看到了其中的杨衍妮 杨衍妮在前 莫小于在后 一路跟着她回了家 在杨衍妮准备开门时 莫小于也在楼梯上拐了出来 杨衍妮无意间回头看了一眼 吓了一哆嗦 胆子这么小了 看到我居然像这样 怎么 几天不见就不认识我了 莫小于笑着走上了剩下的几个台阶 你来干什么 杨衍妮急着看看楼道的上面和下面 低声问道 没事 就是好久不见你了 过来看看你 怎么 不让我进去坐坐 莫小于说着就要往她家里急 我的祖宗啊 我真是服了你了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她万一回来了怎么办 无奈 在楼道里待的时间越长 就越容易被人看到 莫小于进了杨衍妮的家 看着在自己眼睛里 无数次窥视的地方 忽然觉得也不过如此啊 你有什么事赶紧说 说完赶紧走 或者是我们到外面找个地方说 好吧 楼上 楼上不是你租的房子吗 杨衍妮惊慌失措 表达都不清晰了 哎哎哎 我跟你又没什么奸情 你怎么紧张干什么呀 我还能在这里把你怎么着了 莫小于白了他一眼 自顾自地坐在了沙发上 看样子 你安不走了 杨衍妮无奈 只能是着了把椅子 坐在她的对面 问道 你到底什么事啊 非要来我家里说吗 你放心 我和雷鸣山 没有过去那些恩怨了 那都过去了 我们喝酒的时候 早就说开了 害怕什么呢 哎 不会是你心里有鬼吧 还是在家里约了什么人啊 莫小于问道 放屁 胡说八道什么呀 杨衍妮美好气地说道 你不好好去上课 你跑市政府去干嘛呀 啊 见谁了 莫小于忽然问道 杨衍妮一愣 莫小于 你跟踪我 我闲的我 我一朋友上午去市政府办事 看到你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 提到了没文化那个案子 这才提到了你 莫小于总算把这事 圆起来了 杨衍妮看着莫小于 一副不信的样子 哎 问你呢 到底什么事啊 哼 那你猜是谁找我呀 不会是龙顶天吧 这么说 他认出你来了 莫小于问道 一说到这儿 杨衍妮的脸上就挂不住了 狠狠地瞪了莫小于一眼 哎 到底是不是他呀 莫小于皱眉问道 那我可以说到我 我可以说到我 欠面了 我可以说到我们 这位屿兜的这种 莫小于一呜 有允许的